再來關心國際會社的表現 首先來看到在新台幣的部分 今天是貶值了0.2% 最後是以31.326對1美元作收 最歐元的部分則是升值了0.22% 那麼在日元跟港幣的部分都是貶值 至於韓元跟人民幣的部分則是相對升值